软糯的土豆和香辣的牛肉 在一起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再配上酸黄瓜的清爽和芝士的咸香 这份剪制餐你们一定很喜欢 2021年马上就要结束了 不知道想减肥的包子们成功了没有 2021年没有任何运动细胞的我 正儿八经的开始运动了 不得不说运动真的会让人分泌多巴胺 而且也不用再去纠结体重称上的数字 当然正所谓三分练七分吃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对减肢塑形也至关重要 以前总觉得减肥就要少吃或者不吃 但其实减肢期真的可以吃得很开心很快乐 回说2021 我每天都吃得很满足 而且把它们分享给你们 不知道你们是放进收藏夹吃灰的呢 还是真的有动动小手呀 土豆是很优质的碳水 而且和牛肉也算是黄金搭档 这辣椒粉和自然粉的香味 应该没有谁不喜欢的吧 我一直是喜欢高蛋白饮食的 牛肉多来点 这个酸黄瓜会让我有吃汉堡的快感 尤其是加了芝士后 我感觉这就是一份没有面包的汉堡 土豆少了点顶层盖不满 临时起意改成了一个小花环 烤箱180度30到40分钟 因为牛肉事先炒过 所以烤出了辣辣的红油 美食美食不光要好吃还要好看 加了几根迷迭香稍微挽救一下颜值 其实呢减肥还有一点至关重要 那就是少吃外卖 自己做美食营养又健康哦 所以2021年没有完成的flag 2022年还要继续呀 你准备好用美食点亮新的一年了吗 让我们一起吃瘦不饿瘦吧 下期再见咯